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学艺术 人文社科 科不生活 少儿图书 应有尽有 文字之趣 艺术之美 思想之深 万象之阔 结在其中中 86本好书 86个朋友 86次邂逅 央视读书精选 央视读书精选 陪您用最短的时间 与好心相遇 让我们在新春假日里 与86种美好相逢 各位朋友 新春好 欢迎收看央视读书的 新春特别节目 央视读书精选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张力 请他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上榜的那些 文学艺术类的好书 欢迎张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和李潘老师 一起来聊聊 文学和艺术 这些精选好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 是三本 哪三本 跟大家看一个 剑校级 天地人生 不一老爸的风雪花月 这三本书啊 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其实是三位文化老人的书 或者是他们写的书 或者是写他们的书 对的 而且这里面都贯穿 融会了他们的人生智慧 我们一本一本地说 好 先说剑校级 剑校级呢 作者黄勇玉 大家可能今年那个 咱们 油票 油票 兔子油票 对 还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对 就是那个 那只看起来很 比较凌厉的那只兔子 就是黄勇玉 很有个性的动作 很有个性 是黄勇玉先生 他来画的 那么黄先生呢 那是画坛的多面手 对吧 什么国画 油画 版画 漫画 木刻 雕塑 全部精通 但是他不仅是一位 了不起的美术家 对 他更是一位 作家 好的作家 对 他其实小说和散文 都写得很好 没错 但这次我们是 讨论的是他的诗集 这一套诗集的话 实际上是融会了他 差不多70年来的 这个创作的诗歌 对 而且诗集里面 包括很多他的画的这个插图 对 对 有意思极了 所以是图文并茂 图和诗并茂 这样的一套诗集 这套诗集其实读了之后 你就基本上从诗里面 来看他的人生 对 因为他现在已经99岁了 对 99岁 对 而且这本诗集 它是从1947年到2021年 就是他整个人生所写的那些诗 都收集在这本书里边 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在黄永玉先生 他对这个诗歌的理解 他认为就是 做诗是种权利 就是也是良心话 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 他很多 发自内心的一些想说的话 大白话 对 大白话 但是就可以看到他赤子之心的那一面 那分享了黄永玉先生的剑校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老先生 对 其实王蒙先生 王蒙先生呢 是他要年轻好多了 他如果跟黄永玉先生比的话 黄永玉先生99岁 王蒙先生是88 差不多 所以要小上十来岁 但是呢 就是说黄永玉先生的 天地人生这本书 实际上呢 他是通过讲中华传统文化 然后其实传递他对 他的人生经验 他的人生智慧 对 他的对这个世界 对社会 对人生命运的 他的感悟 对 他这里边有一篇就是关于 就是老子不是躺平论者 他就提到了就是 以无胜有 以弱胜强 以退为进 等等这些 我觉得特别的 就是通达 特别有智慧 就是你仔细去想 这些都是很朴素的话 但是实际上 你要遇到 人生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遇到一个关口的时候 想想他这句话 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很有哲理 哲言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 包括就是在您刚才 说他说的那段话 他后面还讲了一些 我觉得都讲得特别好 你比方说他讲 你要想 关闭封锁 就要先将他打开张大 你要削弱他 就要先加强他的扩张与强势 使之称偿战线 暴露弱点 想废弃他 先让他扩张闹哄 达到极致 以使之走向自己的反面 而你想获取什么 前提是 你能给予什么 只有有所贡献的人 才能得到支援与帮助 只有努力力他的人 才能得到他人的利你 这些更不是躺平 而是战略策略 全面思考的极致 我觉得他这是一种 强大的人有的这种思考力 对 一般的人没有 他是在谈老子 但是他能看到老子的这一面 对 这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 是的 那分享了天地人生 那我们再看第三位 讲了黄永玉 讲了王蒙先生 然后再来认识一位 也是大家 翻译大家 不依老爸的风雪 花月 这是张古若 翻译家张古若 是他的女儿写他的 但他的女儿张灵 也是一位翻译大家 真的是 这妇女两人都不得了 张古若先生呢 他翻译了哈代的 德伯加的台思 还有还乡这些作品 晚年 对 还翻译了 狄更斯的大卫考破非 对 还有契儿 还有契儿 契儿汤姆琼斯 对 然后呢 他的女儿张灵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翻译的书 那我们可能 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 会更熟悉 《呼啸山庄》 是的 傲慢与偏见 还有《双城记》 是的 对 所以这妇女两人 都不得了 真的都是翻译大家 对 那么女儿写父亲 写完了之后不久呢 可惜的是张灵先生 也去世了 也去世了 现在就是他们妇女俩 在天国相会了 然后留给我们这样的一本书 对 这本书看的时候 就是我还挺感动的 就是他写了一个 就是两代北大人 就是他们做翻译 两位翻译家 但是就是 他是从女儿的角度 写父亲嘛 写父亲的日常 就看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觉得 是一个不凡的一生 但同时又是一个 平凡的日常的生活 特别有代入感 我也是印象很深的是 张灵说 他爸在这个 就是不久于人世之前 他翻译的最后一本书 终于印出来了 对 他就躺床上每天摸 对 反复地摸那个书 反而说 我这辈子也就知道 对 我就这个印象很深 对 很感人 而且他讲到 就是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正在爱丁堡的英国访问 对 然后他没有办法回来 然后心里又很难过 然后他在讲 然后朋友们怎么跟他 就是因为他去英国学习 英国访问 他父亲也是很希望他去的 因为他翻译了太多的 英国作家的作品 对 他也被认为是很好的 这种翻译家 非常优秀的 所以这种妇女之间的情感 也很令人感动 这个就是说 作为翻译家的 日常生活的另外一面 就是翻译家生活的另外一面 很感人的一部作品 好 今天我们分享了三部 再给大家看一下 三位文化老人 对 他们的这个作品 或者是 他们被别人书写的作品 一本是黄友郁先生的《建校集》 王萌先生的《天地人生》 对 还有就是这个 张玲的 不一老爸的《风雪花月》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央视读书精选 用最短的时间与好书相遇 明天咱们再见 再见 再见